我們這一週禮拜二跟禮拜五的這兩天的課程 大概主要就要幫同學把積分的部分跟同學介紹一下 但是不包括積分的技巧的部分 積分技巧的部分可能到時候 就是之後蔡老師上課的時候 會再把我們積分的技巧性的部分再跟同學介紹 那今天第一次上課開場回來 跟同學上禮拜上了這個維芬的課程 那今天我要一開場的時候先輕鬆一點 先講一下說我們為什麼要學維積分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幾乎所有的理工科系 包括管理學院或者是甚至說像經濟系這些 幾乎所有的世界科學跟相當一部分的社會科學 都要求學生要學維積分 那當然這個學維積分這件事情的本身 大家就可以問說 那為什麼這麼普遍的要學維積分 因為很少有一個課程是這麼普遍的要學 除了語文以外幾乎很少有一個科目 是幾乎這麼廣泛的被需要 那這個我自己有一個對這個維積分 這個需求的一個解釋 就是說 就我們這個整個文明的發展到了近代之後 這個我們的科學就慢慢的從直性的研究 進入一個量化的研究 甚至說這樣的一個變化在我們的生活上 也幾乎已經變成一個根深蒂固的一個思維的模式 例如說像我們這個看到一個人問說 他身高有多高的時候我會怎麼回答 馬上就問說他是幾公分 對不對 那這就是一個量化的數據 我們現在已經不會說他長得跟樹外那一棵樹差不多高 我會用這樣的說法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以前說高矮胖瘦大小遠近快慢 所有的形容都是形容詞 它都是相對概念 對不對 都是一種磁性概念 但是呢 當我們現在在思維這些東西的時候 全部都把它從後來不一樣 例如說你有多老 我會說你跟我一樣老 或者你跟誰一樣老 你會說他自己睡 你把他用一個量化的觀念來看這個事情 那我們在科學上 或者我們在研究各個學科的內容上 我們就會也是採用這種量化的方式來研究 那甚至說我這個老師教課好不好 也請同學打個分數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打分數呢 本來這個好壞是一個磁性的東西 為什麼可以靠一個分數來決定 其實說實在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理由 但是呢 我們現在全部都把它量化 為什麼要量化 因為發現它比較成功 比磁性的分數要成功很多 因為當我們現在在考慮一個東西 它的重要性 或者它是不是一個關鍵性因素的時候 量化的東西是比較容易判斷 對不對 好 我舉個例子 我們現在發三費券 如果我們的經濟數字確實是突然怎麼樣 經濟又繁榮很多 那三費券有沒有效果 有效果 對不對 如果經濟沒有 這個發三費券還是一樣 那這個發三費券就不是一個關鍵性因素 對不對 可是呢 發三費券到底有沒有效果 說金融的發生很多 我們要怎麼樣 要數字來說話 比如說我們整個這個國內的這個 不管是金融的流通量 流通的速度啦 或者是貨幣的流通速度啦 或者是怎麼樣 各行各業的這個什麼 它的這個交易的營業的額度 是不是真的有 足夠有一定有放大的程度 這都是要一個量化的東西來判斷 而且這個量化程度的比例 因為你知道發三費券 你就發出最近那麼多錢嘛 對不對 照理想這些錢都花掉 本來就會創造一定的花費 那你有沒有刺激的經濟效果 應該是說你花十塊 就是說你發出十塊錢 是不是這個真正這個 這個民間的經濟的東西 真的變成說有二十塊的效益 三十塊的效益 你這個發十塊錢才有用 不然的話你就是把十塊錢花出去 那一般人還是說 那我原來是要拿這個交水費的 我就拿這個上面去交水費 那如果在整個這個費用上 真的這個交易的額度沒有放大的時候 你就沒有效果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是用一個量化的東西來看 那而且這件事情呢 是幾乎在我們現在所有的學科裡 都會是這樣 對不對 那假設你現在去買個股票 去買個股票 那你會關心什麼 你會關心今天 你買了之後 你沒買之前不擔心對不對 買了之後我就會說今天漲了 還今天跌了對不對 好 第二件事情是說 假設你上個月買的 你會另外一個關鍵是說 那我從買了到現在 怎麼樣 我到底是賺還是腿 所以對一個會變動的東西 你一般來就會問兩件事情 一個是它怎麼變 一個是什麼 它變得多少 幾乎就只會問這兩個問題 譬如說你現在 剛才講我們也比他吧 你現在你把錢穿在銀行裡頭 你會問這種事情 例行就是說你的錢會怎麼變 對不對 然後經過你穿了三年 你就會問本利盒是多少 就變了多少 對不對 總量的變化 對不對 今天假設你是學生科學的 你說現在我在實驗室培養細菌 最近正在培養這個新冠病毒 對不對 培養的時候你一定會問兩件事情 哪兩件事情 我這個病毒的 我這個細菌的 或者養白老鼠 第一個就先問它的繁殖率 對不對 單位時間內它會怎麼樣 變化多少 第二個答案就是說 那我培養了一個禮拜 總量會變得多少 你就是問這兩個事情 對不對 一個是怎麼變 另一個是怎麼樣 變多少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幾乎所有的量化科學裡頭 因為你量化科學裡頭 它就有一個量在那裡 這個量就像一個變數一樣 一個變數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常數 一種是變數 對不對 它不變的情況下 如果一個東西它不會變 那基本上寫在筆記本上就好 對不對 它永遠都是那個樣子 但是當一個東西它會變之後 你就永遠在問剛才這個怎麼變 變多少的問題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微積分 是那麼多科目要學的東西 因為微分跟積分 就是在教各位怎麼去處理 怎麼樣 怎麼變跟變多少的問題 怎麼變就是微分 變多少就是幾分 所以這個微積分它廣義來講 就是要教各位同學處理變化的哲學 你會發現一個東西會變動 你只能問這兩個問題 你也沒有別的東西的問題 有沒有朋友還可以想到 你還可以問什麼的 假設給你一個東西會變動 你除了問怎麼變 或變多少以外 你還可以問什麼問題 你會發現沒有東西可以問 所以微積分就是處理變化的哲學 而且就只有這兩招 各位學會之後就可以 這個微積分的時期 時期到現在幾百個月的時間 到現在變成一個大學的普遍的修課的 這個就是學科學的人的一個必修的科目 經過這麼多年的變化的時間 還是一個大學的必修課 並沒有說我們現在到那個二十一時期之後 文具分就可以丟掉了 不會的 因為只要是量化科學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訓練 也是一個數量 好 那我們上禮拜這個學了微分之後 今天就要來教各位學積分的部分 學了積分的部分 好 那積分的部分呢 基本上剛才講了 微分是考慮變化率 那積分基本上就是要考慮什麼呢 考慮一個累積的變化量的狀況 那這個東西最直接的一種理解是這樣的 就是求函數復星下的面積 現在我們先畫一個函數徒型 先畫一個函數徒型 先畫一個函數徒型 從Y的這個累積 那你可以耐到我們就是說呢 考慮我們這個變數的累積從A 變化到B X怎麼可以變化到B 那我們想要問說這個是什麼 這個函數徒型下的面積 函數徒型下的面積 函數徒型下的面積是多少 那這個東西呢我們用一個符號來表達呢 就是說我原來有一個函數 然後呢現在我要考慮從A到B 這個圖型下的面積 那我們就是寫成上下線 上下線就是這個變化的區塊 我們在後面會乘上一個DX 然後乘上一個BX 就是說用這個符號來表達 這個函數徒型下的面積 好 那這個DX 這個叫微分形式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這個 現在我們先不交各位 先不交各位 我們會等基根的部分交完之後 再回頭來回顧這個部分 而且這樣的話剛好可以連接 接下來蔡老師交這個基本換變數的部分 所以我們把微分形式放在幾分之後 才能夠 好 大家要了解這個東西呢 基本的訓練呢 這個定積分要處理定積分的話 要求這個面積要怎麼求呢 我們有這個定積分四步區 分割取樣 然後再求何極極限四步 所以求定積分的話 反正也會這個口訣 我們因為這個速成半 所以就是希望在十秒鐘內 就給各位一架子公立 所以現在就請有人把這個口訣記起來 分割取樣求何極限 就是我們定積分的操作模式 那我們取個例子怎麼會辦呢 積分0到1 x平方es 好 第一步分割 如果我們這個函數突進下的面積 當然假設從0到1的話 這個x平方是一個泡物線開口向上 對不對 0到1 所以我們要求的是這一塊的面積 那要求這一塊的面積 第一件是分割 分割什麼 分割你的區間段 那我們假設先把N等分 分等分的話 所以我們第一個分割呢 這個分割你可以有很多種選舉的方法 大家簡單就選等分 把N等分 把N等分 所以我們把N等分有N加一個點 對不對 那x1當然就等於什麼 分割之1 x2就等於什麼 分割之2 那xn當然就等於N分割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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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好這就是分割的第一步 就是第一步 分割分好了之後呢 取樣 什麼叫取樣呢 因為我要求這個函數一下的面積 所以我每分割了一段之後 在這一段裡頭 我就要取一段怎麼樣 取一個矩形 對不對 因為我要求這個面積嘛 所以我就 因為我現在這個是求近似的狀態 所以我這個圖形本身雖然彎彎的 但是我又在這一段彎彎上面 隨便選一個點 隨便選一個點 然後以這個點的高度 做一個瘦瘦的舉行 瘦瘦瘦的舉行 那所以這個舉行的高是什麼 就是這個區間裡頭某一點的 函數值 所以為什麼要取樣 取樣就是取函數值 對不對 在每一段裡頭你要取函數值 每一段裡頭要取函數值 當然你也可以取左端點 也可以取右端點 如果取左端點就矮一點 取右端點就高一點 對不對 那你當然除了走在右端點 你也可以取中間的某一點 那至於要取哪一點呢 無所謂 反正就是取一點 那這個當然同學 將來如果你有比較完整的時間 你真正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取哪一點都無所謂呢 因為你會發現說 反正取哪一點之後 雖然你的這個計算 是原來那個面積的一個近似值 但是當你這個分科越來越細的時候 它的誤差會越來越小 會趨近一點 而且不管你選哪一點 它的誤差都會趨近一點 那就無所謂吧 因為我們最後又有一個取極的過程 所以一開始選點的時候 就可以選一點 最好選的這一點是怎麼樣 比較好算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二步 第二步取樣的時候呢 對於我們現在的函數 我們取哪一點呢 就取左端點好了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取左端點的話 就是在 x i 跟 x i 加 1 我們取 我們取量的時候 能取左端點 就是x i 跟 所以呢 它就是n分之 i 對不對 取左端點 那它的函數值呢 當然就是n分之 i 的什麼 五方 好啦 我有了函數的高度 那這個舉極面積當然就是什麼 長層寬嘛 對不對 所以n就是函數高度去乘上區間寬度 這個問題 所以呢 那個 我們這個小 就是這個小長方形的面積呢 就是函數值 去乘上區間寬度 那對我們現在來講 我們的函數是什麼 n分之 i 的什麼 你不知道 然後我的區間我現在是等分嘛 所以這個區間的寬度呢 就是n分之 i 好 所以第二步取樣完成 對不對 端點找到 把它取直的那個點 找到確定了之後 然後取它的函數值 函數值的高度乘上區間寬度 就是那個什麼 這個長方形的面積 好第二步完成了 那第三步 第三步是什麼 那個球什麼 就是把這些小的矩形的面積把它架起來 好 那對於這個問題呢 因為我們這個 這個sigma符號大家熟不熟悉 有沒有人對sigma符號不熟悉的 如果都沒問題的話 這個就是在概念上 我們可以把這個n三方可以提出來 這裡頭就是 servation i 平方 i從0到n-1 這個很問題 然後這個平方求和公式大家會不會 有1的平方加2的平方加3的平方 1的平方加n的平方 這會等於多少 有沒有人記得 平方和公式有沒有 這多少 6分之1 6分之1 n乘n加1 2n加1 會這個公式的舉手 這個至少有一半會對不對 那不會那一半沒關係 就假裝會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學積分的概念 所以你需要透過這個步驟 那如果你沒有那麼熟悉 將來這個也不是主要的計算工具 所以不用太擔心 但是你現在就是要記住 要記住的是什麼 是定積分的概念 它就是函數圖音量面積 而且這個面積叫做有項面積 什麼叫有項面積 就是假設這個圖形是在 平時軸的下方的時候 這個面積要算成是什麼 負的 這個叫有項面積 有項面積就是這個面積有正負 那這個正負是以這個S軸為正 在S軸上方這個面積是正 下方的面積是負 這個有項面積就跟各位 國中一年級學時數一樣 什麼叫做時數啊 什麼是時數 時數就是有項距離 對不對 比如說你在畫一條時數線 然後標一個點叫遠點 然後在它右邊標一個點 這個點叫做1 其他的點就是看說 它到遠點的距離 是這個0到1這點的距離的幾倍 如果是2倍那點就叫2 如果是5倍就叫5 對不對 那可是為什麼叫有項距離呢 因為如果是在遠點的左邊的話 就叫做負1負2負3負4負 對不對 所以時數就是有項距離 那我們現在這個積分就是有項面積 那是有項面積 所以OK 那為什麼叫有項 因為有項比較好算 各位你在中學也學過行列4有沒有 行列4的解合意義是什麼 是它那兩個項 那二屆行列4的話 它是不是它那兩個項量 照出來平一次面積的面積 可是這個面積也是一個有項面積 對不對 就是說如果這個正面積是有項面積 這兩個項量是逆時中的話就是正 對不對 順時中的就是負能 所以呢 有項面積這個概念不是今天你才學到 你在中學的時候就學過 那行列4的面積公式很好算對不對 就是有項的東西它的算數性 會比無項的東西好算 那無項的東西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比較容易估計單調性 這個將來同學你在學微積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兩件事情是我們左右兩個工具 當你要去把一個東西捆綁在某個區域 要抓這個天子狩獵 要抓小動物的時候 你要抓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要把它擠壓在一個小的區域的時候 單調性是一個很重要的技巧 但倒過來你要大開大合的做這種 一般性的計算的時候 那一定是做有項計算 因為有項計算才會有好的算數性質 才會容易計算 好 這個東西是一個大的原則 同學你等你在學習的過程有慢慢去體會 好 那這個公式大家有同學說會啦 那我們就把它背一下 是6分之1 可是我們現在是從0到n-1嘛 那0的平方大家不用算 就是1的平方一直加到n-1的平方 所以這是6分之1乘什麼 n-1乘2n-1 這個是如果我們取左端點 如果我們取右端點呢 那就是i加1的平方 對不對 乘上分之1 所以這個東西呢 n十三方一樣可以提出來 可是這時候呢 這個i從0到n-1 可是這是i加1的平方 所以這個東西剛好就是1的平方 就是加到n的平方 所以這個東西是n三方乘上分 6分之1 n乘分加1 n的加1 對不對 如果取右端點的話 這個求和的值是這樣 去左端點的時候求和值是這樣 好的 最後一步 叫做取極線 取極線怎麼樣 就是令n趨近於什麼 不求大 看這個數字會比極線 你會發現不管你取左端 這個都會取極線 n5是n三方 這邊有一個n 這也是n的一次次 這是一個n的 所以這才解釋是n的幾次次啊 3次次嘛 除一個n的3次次 這一個n的3次次 然後這個n的3 這個分子的這個3次次的 領導係數是多少 是2對不對 這有個2 所以呢 這邊又除了一個6 所以這個極線會侵性於什麼 同樣的這個也會怎麼樣 你打細數一點還是2嘛 對不對 這邊除一個6 這個4才能值 取了極線之後 我們關於取左端點 右端點都是一樣 對不對 假如左端點是這個值 右端點也是這個值 那中間裡 假設我們一開始取點的時候 是取中間的隨便一個點的話 他們極線值一定也是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夾極定理 對不對 一夾在中間就 定理也是這個極線 所以這個取樣的過程呢 其實是什麼 就是讓我們這個計算容易好算 那你喜歡 對不對 那這大概就是跟你的函數有關 那不同的函數 你取樣的技巧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這件事情呢 各位只需要記得基本觀念就好 我沒有要求各位要把這個過程收斂的話 這個是讓你理解什麼叫積分 而且其實這句話 更嚴格講是倒過來教會各位 什麼叫面積概念 各位你在中學的時候學面積的時候 其實不是中學 是小學的時候 因為被老師們體悟冠典之後 就以為你知道什麼叫面積 但你仔細想一想 面積這個概念是非常抽象 對不對 必須說 這個圖形有一個圖形 這個圖形圍出了一個面積 這個圖形真的有圍出一個面積出來嗎 你想想看你在小學的時候 一開始你的面積是什麼學來的 所以老師就要告訴你說 假設你有一個長方形 長方形的面積是什麼 長層寬 有沒有相信 你也不敢問對不對 老師說記起來喔 面積是長層寬 你就記著長層寬 接下來再開始教各位三角形 三角形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三角形可以把想成是矩形否一半 對不對 所以就會變成二分之一底層高 對不對 然後有了三角形 那有了三角形不能夠拼成長層 這時候你就會問說 那皮膚是面積的面積 皮膚是面積的面積也是底層高 因為你可以把怎麼樣 歪出去的東西 然後切下來補在另外一邊 就可以補成一個矩形 所以你真正會的其實就是矩形面積 對不對 然後這時候突然 那到了這個小學五 大概四年級之後 就會被老師們強迫接受 原面積叫做什麼 在排阿平方對不對 就是阿平方成員周圍 至於為什麼也不知道 反正老師這樣就背起來 就背起來 對不對 那更一般來講就是說 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現在圈地 隨便有一個圖形圍出一塊 圍出一塊區域之後 比如說這個東西有一個面積 可能這個面積概念其實是不清楚 對不對 什麼叫面積 或者說這個面積大概是不清楚 我們圍積分其實反倒去 其實是在教你這件事情 什麼叫做面積 就是分割取樣 重合取極限之後 假設這個極限存在 那個東西才能面積 面積是反過來 是倒過來這樣定義 假設你現在背一個東西圍起來之後 這個東西就先把它切細分 切成一些小範圍 比如說小範圍 假設是方的你就會算面積 對不對 不規則你不會 但是方的你都會 那這時候呢 把這些小方塊面積加起來 然後到這個方塊怎麼樣 越切越細 如果這個面積會有一個極限 那這個極限就叫做這塊區域的面積 什麼問題 面積其實是這樣的定義 所以剛才我們第一句話 跟各位同學講說 函數積分是叫做球 函數密壓面積 這句話本身 其實是一個無意義的事情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叫面積 是這個操作型定義 定義的什麼叫積分 這個問題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會看圖說故事嘛 那個圖形這邊畫個陰影部分的話 好像面積存在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學東西直覺是很重要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你說 積分在概念上 你的直覺上 跟瞭解函數的一樣的面積 而且是一個有效面積 但是呢 定積分的定義 是分割取量求和極限的那個極限值 叫做這個定積分 什麼問題 好 而且呢 一個面積到底存不存在 其實是靠這個來定義的 比方說極限存在 才叫做這個面積存在 好 那有了這個定積分的概念之後 然後呢 下一步 下一步就要來跟我們原來這個 微分去扯上關係 那剛才講 一個圖形呢 從A走到B 這個 這個去盤數平下的面積呢 叫做 有這個 用這個積分法來表示 好 我們現在呢 搞定這個 A到 X ST 把它定義成 一個新的函數 叫做N 就是把上極限 把這個積分的上極限 把這個積分的上極限 定義成變數 去求這個圖形下的 我現在注意喔 我這個函數的變數是什麼 是T喔 我真正在變動 就是說我現在有一個方形 這個圖形的參數是T 然後這有一個Y等於F 然後呢 我現在從A走到X 然後我讓這個S怎麼樣 在這個T軸上變動 那我不同的X 當然面積會改變嘛 對不對 我X有過來一點面積大一點 X跑過去一點面積就小一點 這麼問題 我現在呢 把積分的上極限當變數 定義了一個新的函數 就是我原來有一個小F 然後呢 我用小F的積分 然後能讓上極限當變數的時候 會定義一個新的函數叫大F 這個問題 這只是一個定義 因為你要記得 這個積分代表是九函數平下面積嗎 那上極限的變動 就是在看這個面積的變動 那最有意思的是 就比較偉大的事情是這樣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F對X的違分 我寫成這樣 強調是對X違分 對這個上極限違分 這會等於什麼呢 會等於Fx 比如說我對X違分的時候呢 這個大F的變化率 剛好就是Ft這個函數 在X這一點的函數值 而這些事情很容易理解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F的違分的定義是什麼 各位上禮拜才學嘛 所以大家知道說這個東西就是 DataX去均衡於0 你看 Fx加DataX-Fx 除什麼 是DataX DataX去均衡於0 代表的是它的切線斜率 對不對 函數的切線斜率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上面這個大F的意義是什麼 一個是從A到X加DataX 這一點是X加DataX 一個是從A到A加DataX的下面的面積 去扣掉Fx Fx是從什麼 A到X的面積 那大的面積扣掉小的面積剩下哪裡 剩下這一小塊對不對 所以這個分子的部分呢 就是這一小塊 然後又除了一個DataX DataX是什麼 不就剛好是這一段的寬度嗎 那我們這個圖形雖然不像 它原則上不是一個矩形 但是其實這三邊都是平直的 只有這邊是稍微完完的對不對 所以呢 當然這塊面積當然就在這一個 大矩形跟這個小矩形中間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想到說 當這個DataX越來越小的時候 這個大矩形跟小矩形呢 這個上下兩個高度會越來越靠近 因為這個怎麼樣 這個我們畫的函數是圖形是連續的 所以這個你取比較高的地方 跟DataX的地方會間諜 當這個分科很細的時候 這個兩個高度是基本上是一樣的地方 所以當DataX趨近於0的時候 這個東西就會趨近於怎樣 它這次的所謂平均高度 而這平均高度其實就是X這一點的什麼 數值 這沒問題 所以這看上去平大無奇的一件事情呢 有一個很偉大的名字叫微積分基本定理 能稱之為基本定理的大家都很偉大 就是說當然這東西一點都不難 因為像牛一樣頓的人發明它 所以你只要不要比牛還要頓 你就一定可以會它 你只要記住 對一個定積分的上極線為分 就等於函數在X 這個上極線那一點的函數值 有沒有問題 好 那會了這些事情之後呢 世界突然變得比較美好 為什麼這世界突然變得美好一點呢 就是這樣 因為各位可以想到 我們原來這個球定積分 其實是一個 雖然唸了一個傳授的武功心法給各位 但是武功很難唸 各位苦練四年之後呢 跟苦練一天差不了太遠 為什麼 分割全洋求和局限裡頭 最困難的是哪一步 是求和那一步 那我們現在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有套一個什麼 平方和的公式嘛 對不對 那你可以想到說 那假設我這個函數的FC 是一個很奇怪的函數的話 那鬼才會算 就是說這個求和公式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求和這個步驟 其實是一個很困難的步驟 只是我們現在取一個這麼簡單的函數 然後剛好各位好巧 會平方和公式 所以這個題目 這個求和的步驟才能夠被化解 那你一般假設你函數複雜一點的話 你這個求和公式就會困難 所以除了x平方這個函數我會激分以外 假設你隨便給我一個其他的函數 譬如說給你這個sinx平方 就瘋掉了 所以在概念上就是說 因為求和很困難 所以你概念上會做 但實際上操作很困難 你學微分跟學激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微分是叫做什麼 就是知難行易 激分是知易行難 因為概念很簡單 就很困難面積嘛 這樣也算不算 微分呢 因為他有了解變化力 變化力其實是一個很難抓到的概念 但是微分的操作很簡單 各位你上禮拜學微分 所以s等次方微分就把指數擺下來 指數解離就好對不對 操作好簡單 你稍微練習一下 你基本上要掌握了這個微分的操作 所以微分是很不易操作的 但微分的概念其實不那麼容易理解 但激分是倒過來 因為激分就彈出銀樣面積嘛 看出說故事 你也有這個概念對不對 你還能理解它 但是它的操作 它的計算是困難的 那這時候 某個人就告訴你說 有一招可以把微分跟積分連結起來 因為有了微分基本定理之後 我們現在看什麼事情呢 那個 剛才影片說 這大F微分就是這個小F 對不對 那另外呢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假設只有我們兩個元素 fx cx 不過兩個元素 假設都定義在整個時速線上 然後我們知道它們的微分相等 假設它們微分相等 那我就會發現說 這兩個元素呢 差一個常數 這個cx的常數 那這件事情呢 需要用到這個我們所謂的俊子定 那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希望在這個課裡頭 希望同學能夠快速的了解 這個維基恩的所有工具型的操作 怎麼進行 所以對這個驗證的細節就不特別強調 那同學告訴你說 就是微分如果相等的話 這兩個元素就差一個常數 那如果你知道這件事情 當然你知道說兩元素差一個常數 一定微分相等 對不對 因為常數微分會等 但這件事情我們現在是倒過來 就微分相等 它一定只差常數這件事情 其實是需要被驗證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相信它 那一旦相信這些事情之後呢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現在假設真的要求 fA到b的積分的話 還不用提 還用提 那在概念上 因為我們原來從a積分到x的 所定義出來的函數叫fx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就是大fb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大f然後x的變數都分代b 就是a到b的這些分別 可是呢 現在假設我不告訴你大f 但是我告訴你大7是什麼的話 那你會得到什麼事情 這個東西大f其實是等於什麼 不等於7P前期的機會 因為同學你可以想一下嗎 因為你有這個等式嘛 是不是兩邊都可以代b 所以這個fb會等於什麼 √1加4對不對 那同樣的fa也會等於什麼 √1加4對不對 好 那可是fa你知道是什麼 fA是等於0嗎 這什麼問題 因為你從a出發 如果這個區間的寬度捏成一個點的話 那當然就沒有面積概念 面積就退化了 面積就變成0了對不對 所以fa是等於0 好啦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告訴我們怎麼樣 c就等於什麼 負的極限度 這東西 c如果是負的極限的話 這是不是就是gp一鍵了嗎 絕 就這樣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 看剛才這個問題 我們積分0到1的x平方 dx x平方哪一個函數的微分會等於x平方 哪一個函數的微分會等於x平方 3分之1 就是3次方 然後呢 我們就把帶上下的現象解 好我們用 我們帶上下的現象解 我會用這種文化 就是把上級的現象解 畫下來這樣寫 這個意思就是3分之1的1的3次方 減掉3分之1的3次方 所以答案是什麼 是不是跟這個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同學 我們現在呢 因為假設我要求一個定積分 我其實 我現在就去找一個函數 微分是這個小F 那我找一個函數 微分是小F 其實我就找到一個G嘛 對不對 我找到一個G 可是這個G呢 不是做帶B 會等於這個面積 可是拿G是帶上下線相減 會等於這個面積 對不對 這個G帶上下線相減 這個G帶上下線相減 是不是很容易 就是我們要求的這個定積分 有沒有問題 那這樣的話呢 就突然的把定積分變簡單很多 對不對 你原來要分割取樣求的解極線 對不對 辛苦了半死 才會算S乒乓的積分 但是現在呢 我們要求S乒乓的積分 只要知道說 他是3分之1的3次方的微分 我叫做3分之1的3次方的微分 那我帶上下線相減 這個答案 是不是很容易 那一旦你會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這個事情啊 0到2分之π的sinx的積分 都會做啦 這等於多少 什麼函數的微分是sin? 負口sin 對不對 這個同學 上禮拜各位 花了一個禮拜時間學微分 但是呢 你學微分的時候 微分不熟沒關係 因為就是照表操課 趕快把那個微分的公司拿出來 看一看 對不對 熟練一下 對不對 即使再難看 就是看著對照來算 都可以 但是你要學積分的時候 你就要強迫你的微分很熟練 對不對 因為這時候你被問了一個逆問題 說給你一個函數 請你找出哪個函數 微分是大 所以你如果微分不熟的話 你就回不了頭了 對不對 所以積分 積分的訓練 需要各位對微分的熟練性 當你知道sin的微分是cos cos的微分是-sin 所以這時候我們在這個地方 才會知道說 -cos的微分是sin 對不對 如果你不熟練這個東西的話 你就找不到那個微分的函數 所以牛頓並不是把一個問題 從很困難變得很簡單 他只是把一個問題 轉換成另外一個困難的問題 而另外那個困難的問題 在我們常見的這些 熟練微分的函數裡頭 他突然變得很簡單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這個世界上講到很多事情 原來很困難的 經過一個轉換之後 突然變得很簡單 那一定是原來的問題 一定不困難 只是怎麼樣 只是我們這個蝦 也看不出他簡單之處 那一個問題很困難 假設他是有本質性的困難 他轉換成另外一個形式 當然還要有本質性的困難度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告訴你 牛頓只是告訴你說 我現在把這個問題 轉換成另外一個形式 這種形式呢 就是找一個函數 微分是原來給你的這個函數 其實也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對我們常見的一些函數 因為我們有很多微分的經驗 可以用這些微分的經驗 協助我們對常見的函數的微分 有所掌握之後 所以我們就可以 怎麼樣 積分相當一類的函數 但並不是所有的函數 所以我隨便寫函數可以保證各位不會記 為什麼 因為我也可以保證我自己不會 因為你只要函數寫得稍微複雜一點 困難一點 一定記不出來 我們會的都是莊家法式 都是簡單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不定級被你自己有困難或問題 所以我們 那正因為他困難 所以好不容易會的那一部分 才顯得整位 對不對 物以稀為貴 只要每一個函數隨便都可以記得出來 那這些事情就沒什麼了不起 就是因為這個會記的東西也不多 所以各位 在學微積分的時候 為什麼對能記出來的那一部分 要有所了解 因為他真的不容易 就是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花了很大的力氣 學會微分之後 還要利用微分的這個相關經驗 才能夠把這個積分 某一類的基本函數可以記得出來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事情 好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呢 因為-cos 的微分是sin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什麼 副數cos x 大概是什麼 上加線 所以cos 2分之排是多少 cos 2分之排是多少 cos 2分之排是多少 啊 有那麼困難嗎 不要嚇我 這是-0 對不對 然後減什麼 0的時候是什麼 cos 也是多少 1嘛 所以減什麼 -1 所以0減負1 就是 這個 我們有的時候學會複雜的東西 那時候簡單東西把它忘記了對不對 基本的算數不能忘記對不對 99加保養跟99成保養 那兩個是四分 33是得9不是得6對不對 這個 這個我有一次出了一份考題 我一份考題之後呢 正在監考 就看到一個考題是計算 計算答案 對 答案錯了 可是我前方一眼鏢過去 他每一步都對 到底出來嗎 出來最後一步 33得6 所以這個 文言你的計算穩定度 也是你能夠得到正確答案裡頭的關鍵 我們都知道人一定會出錯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熟人生巧 對不對 所以有一定的基礎的熟業性 還是各位對整個理論 從理解到操作一個必要的過程 好 那 我們今天學會了維基分基本定理之後 我們來練習一些題目 這個我們來 我們來做21頁的這個 我們先來做個兩題吧 做個 第一題跟第六題好不好 大家都有講義嗎 大家都有講義嗎 我們做21頁的CT8.2的第一題跟第六題 我們現在現在來做個 很喜歡的 我們現在來做一件事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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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